好 大家早安 來到這一節的環報推播 趕快來關心天氣相關的資訊 那麼就在稍早7點半的時候 氣象局有針對雙北市新北跟台北 發布了大雷雨的特報 那最主要是因為在台灣的附近 有一個現狀的對流系統 那前氣象局長鄭明典 他就說啦 像這樣的對流 可以說威脅性非常的大 所以雙北市的觀眾朋友 真的要慎防大雷雨的情形產生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未來五天整理台灣周邊的水氣變化如何 我們來看到不管是透過歐洲 美國或是德國的模式 您都可以發現是呈現一片橘紅色的 這也代表說 累積的雨量可能上看到 200到300毫米這麼的多 而且不只是整體的西半部 有劇烈的雨勢 那麼從台北到屏東 也是有雷雨或是 午後雷震雨的狀況產生 好 最主要為什麼會造成 這樣雨下不停的情形 是因為現在有一個低壓袋 正在籠罩台灣 那麼就是從今天到周五 18號的時候 因為像這樣的低壓袋 籠罩台灣 所以增長了西南風 那也導致周邊的水氣就增加了 好 接下來要告訴你 最嚴重的狀況 就是在明天周四的時候 其實是從今天晚上到周四 整體的天氣狀況都是最差的 不只是西半部會有劇烈的雨勢 其實全台灣出門的時候 都是要記得攜帶傘 如果說你在周四的時候 有安排一些戶外的活動 真的是能傘則傘 因為像這樣子 霧蒙蒙的情形會持續兩到三天 好 接著我們把台灣 切成三個區塊 我們來看整體的降雨趨勢 包括西半部是震雨跟雷雨 那麼東半部則是有短暫的震雨 最後是中南部 是這一次暴雨最猛的時段 也是降雨的熱區 容易出現短延時的強降雨 還有大雨的情形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了 好 我們看完像這樣子 最近幾天的天氣形態之後 我們要談一個比較大方向的 就是今年以來的聖音現象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圖卡 也是因為聖音現象的衝擊 所以全球各地都出現了一些 天氣方面的意象 首先看到是最近的是 夏威夷造成了這個野火 那一共是有將近100人死亡 那上個月的時候在南韓 也是有暴雨的情況產生 整台公車被滅頂了 出現了40個人死亡 那最後一張照片 我們可以看到是今年年初 在台灣南部曾文水庫這邊 也出現了乾旱還有乾涸的現象 那是因為後來有西南風跟卡努颱風 才終於餵飽了曾文水庫 好 不過像這樣的 聖音現象衝擊 今年全球天氣好熱 而且明年恐怕會是更熱的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美國政府他們的氣候專家 他們就說今年有將近一半的機率 會成為史上最溫暖的一年 而且明年可能會更熱 好 聽到這裡大家可能覺得很恐怖 因為現在其實動輒你往往出去 夏天都是35 36度 真的覺得很悶很悶 好 那不只是在地面上 其實海洋上的溫度 也是不斷在攀升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海洋季 大氣總署 他們所做的統計 全球的海洋表面溫度 連續第四個月創下了新高的紀錄 那也是從七月份往回推四個月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聖音線上之下不只地表跟海面上 都是非常的熱 所以後續還需要有關單位 再做調查觀察了 那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推薦內容